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透过手机来收听 或者你也可以上YouTube打上POP撞新闻这几个字 那么就可以重听我们过去播出的精彩内容 好 今天是长假前的一天 4月3号 这两天有一个热门的话题 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因为他在立法院打选的时候 那么提到说他主张 他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现在更强调说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也再一次的强调主要共识是根本不存在的共识 在台湾找不到 那么这一连串的一个谈话 大陆方面有强烈的一个反应 包括大陆新闻国台办 那么在昨天晚上这个傍晚发出新闻稿 那么就特别批判说这个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甚至挑战两岸关系的现状十分危险 而且也是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但是引起大家更多的议论的是大陆的官媒 人民日报集团底下的官媒 环球时报 那么他的这个社评 那么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大家知道环球时报这几年挺出名的 因为他是专门走这种 这个游走于官方 所谓的官方跟非官方之间的 但是他反映的是一个大陆的比较强硬派的这样子的 民主主义的这个倾向的 这样的一个媒体 那么他在社评刊出一个叫做精确打击赖清德这个文章 那他这个文章里头 那么提到说 因为赖清德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公开的 而且是在这个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个立法部门 讲了这些话 所以他们建议说应该将赖清德 列为第一名实施全面打击的台独政治人物 那他这个讲法甚至还建议到说 这个根据大陆的反国家分裂法 那么对赖清德判刑 那么判刑之后呢 接下来应该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在国际间这个通缉 所以他赖清德如果将来到国外去访问的时候呢 那么凡是跟中国大陆有引渡条约的这些国家 到时候这个大陆就用这个要把赖清德引渡到大陆去服刑 好这个里头啊 纷纷乱乱的 那么我想昨天的很多的政论节目啊 根据这个话题啊 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发挥了 当然有人很多人是用嘲讽的 调侃的来看待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跟言论啊 到底我们要怎么看待 我想首先啊 跟听众朋友讲到 如果啊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刚才描述了对赖清德的这一番的这些言论 如果是出自于人民日报的话啊 那么他的这个性质 或者说他的一个严肃性的话 那就不一样啊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环球时报有 长期有很多出格的意见啊 那这些意见当然也不能排除揣摩上意 或者再释放空气了 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啊 但是也有很多呢 是属于啊 他这个编辑者啊 或者是他的总编辑胡锡进啊 他的一种个人的这种 好恶的啊 就是他喜欢 在这个思考问题上啊 是这个往右边往左边跨出那么半步来啊 当然这是他作为媒体啊 吸眼球的一种方式啊 一种方式 所以过去环球时报 其实有不少的评论啊 那么也曾经这个引起其他国家的这个驻北京大使馆啊 的这个抗议或者关注啊 那么最近他有一个正式的一个道歉的涉论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为了炒核的问题啊 环球时报好几篇猛烈抨击北韩啊 那在金正恩到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了之后啊 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评论啊 那么就为了这样的事情正式来向这个北韩啊 北朝鲜啊 那等于是有表达一个道歉啊 好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啊 倒也不是说要来说啊 那对他这样子的一篇这个指名啊 等于是说要清算这个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文章啊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啊 呃我觉得有两个部分的层面是可以来谈啊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一定有人肯定赖清德院长啊 认为说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 那么忠于自己啊 那么即使身为行政院长啊 那么呃他也不回避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位阶的问题啊 当了行政院长或者你当了总统啊 某个角度来看 你是不能够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哈 很多时候你心里想什么跟你能够讲出来的哈 你还得考虑你的角色啊 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是呃一个我们想到的哈 但是当然赖清德似乎有更多的这种 他认为的这种呃豁免权啊 豁免权 那呃但是呢 我刚讲到说啊 这个即使了哈 我必须讲到即使环球时报的这一些的这个主张哈 这些言论啊 哈那我在我来看可行性不高了哈 可行性不高啊 呃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大陆的这个这个治权啊 不给予台湾啊 不给予台湾 那么第二个呢呃因为呃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讲法哈 那么他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政治主张啊 政治主张啊 那么政治主张能不能够用刑法的方式啊 啊来给他做一个这个呃判决啊 那就这个判决现在并不给予台湾嘛 哈你在中国大陆啊 那呃能这样子的话你想要在国际间来透过引渡啊 当然他用意是要振折台独啊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啊 呃我认为能够达成的这个效益是不大的 但是呢他反而哈他反而一定会惹起两岸之间的更强烈的背离 那这样的一个背离当然对台湾是不利啊 但是对两岸关系本身也不好 因为你现在大陆都推出一个31项的这个会台措施啊 那么目的是要两岸的这个社会融合哈 那社会融合呃理论上来说当大陆有更有自信啊 把台湾融入到他里的系统去的话 应该说是呃在对台独一方面要表达立场啊 但是应该是更有信心啊 那么不是用借助恐吓的方式啊 那来来来这个呃对对台独啊啊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振折 我一说这个牌啊 看起来啊不是一个太好的主意啊 但是呢呃我要提醒听众朋友 就是说我们反而要关注的是啊 人民日报在上个礼拜啊 他有一篇评论啊 放在他的重要版面 那么他提到了这个画出了三条红线啊 要什么时候要启动反国家分裂法啊 其中一个是台湾针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参加东京奥运的这个证明的公投啊 那么他说如果公投通过的话啊 以及这个呃蔡英文官室访问美国啊 官室访问美国这里头当然比较含糊 就跟台湾旅行法有关 前面一个是因为2020的这个呃东京奥运啊 那么现在有一批台湾的独派 他们在推动联署啊 在年底的选举当中啊 那么透过公投啊希望把参加奥运的这个名称啊 中华台北能够改成台湾啊 那另外一个这个呃就是一个部分 另外呢因为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啊 那现在大陆是在盯着看就是说会不会有出现蔡总统被正式官方的邀请啊 到美国去啊那其实到进入美国并不不稀罕啊 我们的元首现任元首有过境了啊 而且像以前都有去过纽约东西岸南边都有啊 最敏感的地方在华盛顿啊 而且他讲的是官室访问美国啊 官室访问美国那就非得到 基本上会到DC的到到到到华盛顿去啊 甚至的如逻辑上来讲啊 那应该是有更隆重的安排啊 那呃这两个部分啊 现在大陆是高度关注啊 那我刚讲这个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重视啊要重视 呃有些时候啊 台湾有时候我们呃有一些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无奈啊 很不很不服气 为什么只能叫中华台北啊 那么为什么这个不能够去这个我们的元首啊 不能够正式的到到美国啊 其实两国关系密切啊等等啊 但有时候他的无奈就是这样 但我回过头来讲啊办外交国际的事情不能情绪 这个这个这个意气用事啊 你反过头来问 如果如果真的美方对我们蔡总统做出邀请啊 那么这个到美国华盛顿一个官室的访问啊 那么我们总统要不要接受啊 这是一个大难题啊 大难题 为什么是大难题 我们待会来跟这个今天的这个特别来宾啊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的讲座教授 陈一新啊 那么今天要跟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中美关系 那里头当然不可避免的啊 台湾的决策 台湾的决定也会放在里头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POP 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美国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的讲座教授 陈一新 陈教授 一新兄 你早 新龙早 各位听得到 是 好 那个刚刚好 我丢了一个议题啊 就是因为人民日报啊 前上个礼拜有个评论啊 那么这个针对这个台湾的 就台美关系啊 或者说台湾的这个两岸 考虑的两岸的这个关系啊 他也画了三道红线啊 其中有一题就是说 如果啊 蔡英文官室访问美国啊 那么这个就是大陆要启动反国家分裂法啊 那是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官室访问美国啊 这个话有点笼统啊 但是他也有一个方向性啊 就不只是过境 而且显然官室这两个字啊 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对正式的 隐瞒了一个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的味道 这个Pansmania大到两旁都竖起 中华民国 跟美国的国旗 演奏这个什么 然后中间还有国宴 还有演奏演奏会 至少包括这三样 OK 好 先请教你 有没有可能 根据台湾旅行法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当然大家会说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啊 那我们怎么办 蔡总统会接受吗 会出 会真的去吗 看美国会不会玩 会不会玩 玩 因为主动权超市在美国 虽然台旅法呢 是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 是 但是呢 却把这个主动权留给美国总统来决定 所以总统要派什么等级的官员 那么甚至亲自来访问这个中华民国 过去在1960年 开始下卸任之前 就曾经访问台湾国 对对对 国务卿Dollars也来过台湾 来过Dollars 所以说这个过去是有 但是断交之后呢 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在 所以我认为呢 虽然有台旅法 但它的位阶显然低于台湾关系法 嗯嗯嗯 台湾关系法呢 是比较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 当然总统 比如卡特总统就不太甩台湾关系法 那么一直到雷根就很 比较很重视台湾关系法 就比较按照那样做 开始之后呢 卡特政府时期 我们要请农业 美国的农业部长参加我们的双向员 都不行哦 农业部长都不行啊 那后来呢 很多政治敏感度高的官员也都来了 嗯嗯嗯 所以要看见后来的演变发展 这个法律就是给总统一个权限 他可以邀请中华民国总统 也可以派美国官员 也可以邀请中华民国的行政院 都可能过去有限制的 都可以打破这些人 但要不要做看总统 看总统就干行政部门啊 那么您的评估 您的预估 这个美国正式邀请蔡总统 官司访问的可能性 目前看起来不是太高 除非除非除非他打台湾牌啊 打到了一个中美之间啊 这一张有点像这个像 像要出汪 他可能要断交了 可能会有断交那个情况 好那我再讲 假设真的打出这样一张牌啊 我们我们能拒绝吗 或者说呃 因为这个是显然是对两个关系 也是超级冲击啊 你说蔡总统到了华盛顿去 甚至到国外去演讲 到了到了到了白宫 哇那这个是一个震撼 但是蔡总统他拒绝的话 恐怕在台湾也没办法交代是不是 呃 其实你看台立法通过之后呢 有人就问外交部对啊 蔡总统有没有今年有没有可能去 对那么外交部的答复呢 就说我们没有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是 这当然是个委婉的了 因为美国也没表示要邀请啊 是 就当然 但是假如邀请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的头痛时间开始 嗯 因为中共狠话也说出来了 嗯 它是不是会启动这个 对 反分裂国家法 嗯 那我们不知道 一旦启动 那后果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啊 说不定呢 中共有可能在空中拦截 虽然我们空中 我们就 这个F-16啦 或者会送一程 但是不可能全程送啊 中共的战 那个轰大机 战斗机也好 它却有比较长城的 你是说蔡总统的专机一起飞 一起飞 被空中拦截 被空中拦截 也起飞 前一段不会 这当然是可能之一了 前一段不会 第二段就可能涉及到斩首了 第二段它可能空中加油 把自己的战斗机 那个拉长 去航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 我们可能战机还不太能够 全程护送 也没有空中加油机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中共就占的优势 那中国要不要做是一回事 打算是过境访问 中共目前为止 从来没做过 没有做过这种 甚至没暗示过 但是呢 假如反飞链国家一实施 中共要有动作 也不能光说不练呢 那这个是麻烦 第二个呢 它可能呢 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 对它来讲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它决定有反击 可能在已经把一些实际搞成熟的一些 那个我们的外交盟国 它给你切断 那给我们一个打打击 甚至很震撼性的打击 是但是这里头 毕竟还有牵涉到美国的态度 因为如果这样子的飞机飞起来 那是美国邀请的嘛 对 那是美国的客人 除非美国航空母舰在这里面守着 颜承守着 美国的飞机也够长 也有冲冲加油机 所以说可以这个 全程护航 但这样子就是 就按照这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贾庆国所说的 可能双方就会闹到快断交了 那美国要不要做这个 付出这个代价 是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 以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对台湾到底好不好 这要去考虑 也不见得好 当然蔡英雄也可能权衡得失 可能用各种方法婉拒 那是最比较聪明的做法 不会造成中美之间严重的震荡 因为过去来讲都还是小震荡 真的去访问那是大震荡 那是大震荡 但是他如果婉拒的话 包括在美国游说的那些台湾人社团 包括台湾的本地的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 恐怕也不会原谅他 但也有很多人会赞美他 所以又把他拉扯 可是赞美他的可能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不能原谅他是他的支持者 当然民进党也有相当的少数的理性的人 包括郭 我们不要点名了 不用点名了 OK 好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看起来 我们看似一桩 如果把台旅法放到最极致的情况底下 事实上对台湾来讲会充满了挑战 反而是充满了挑战对不对 最里面的问题就好像 今天在讲到说那个东京奥运 说要证明 我们今天说要变成这个公投 那也是一大挑战 对 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在于 一旦公投通过 那公投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说不是一个立法 但他是立法院的等于上层建筑 他可以要求立法院立法 那时候一旦立法通过之后 中间公投通过还不表示立法通过 要等到立法通过之后 变成一个立法行动 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正式的 我们国家对外宣称的一个文件 那么说台湾就不用中华台北了 用台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奥会里面遭到驱逐 或者不接受 连中华台北都没了 运动员也参加不了 准备了好几年的运动员 可能也就煞雨而归 也根本屈不神了 我觉得他更大的冲突 就是说没有错 因为我们台湾社会我想都一样 不分蓝绿 大家对于在国际场合 一些场合 我们不能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 或者旗子大家都很遗憾 每一次在奥运会得奖的时候 升了那个旗子 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所以我现在还抱着国旗出来 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跟你通过 要求用台湾这两个字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 如果你通过是 如果你的公投是要求 国际奥会要用中华民国 来称呼我们的话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国内会比较不分裂 大家都会支持 但是效果还是不见得好 可能让我们原来有机会参加的 这个机会也没有了 对 但是我讲提这个是因为今年年底选举 这个选举榜公投会非常的多 那很多人认为说 这一个东京奥运的这个证明的这个公投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那这可能性很大 当然我刚才也讲到说 大家会很单纯的从情感上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能叫我的名字 为什么我不能用这样的名字 那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上 我们这个节目更多来请教这个权威的专家 他就是说今天在面临到国际的处境 台湾的问题有时候不是情绪的问题 如果纯粹就我们该有的话 台湾早就该加入G团体了 联合国都该加入 联合国都该加入 没有道理说我们不能加入 就算拿不到五大常论理治国 一般会原总可以 而且应该要伦子主席都有可能 那非常有可能 是的确很不公平 坦白说是很不公平 国际上不公平的事情是 多得很 多得很 你不能说单挑这几 就算你单挑了又怎么样呢 很多事情我们当然一直喊 政治不要干预体育 但是政治向来是干预体育 政治不要干预医学或者健康 政治向来是干预的 为什么我们连WHA的参加不了了 就是政治干预健康卫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包括我们今年的情况 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要摆脱那种传统的宿命型的悲情的那种情绪 要比较理性的来看待 务实的来看待 就好像什么呢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一直觉得说 我们这样也不行了 就是因为有个中国大陆把你挡着 但这个现实的问题是你的地理位置就在他隔壁 就在旁边 你就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面对他 应用你的智慧 应用你的思考 我们讲说趋吉避害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 好前面跟这个陈一新教授 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老朋友 聊得很开心 现在我们要回到谈那个中美贸易的问题 现在两边这个互相炸弹丢来丢去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几波了 那么这个大陆的这个针对美国这个301的这一个 这一部分三月底的这一波 现在有个最新的一个 特别是针对农业州的农产品的部分 那现在当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部分 当美国开始用钢铝再加上301之后 但是一直也没有中断跟大陆之间的一个 私下的一个磋商 那现在大陆用这一波 但是好像也留了一手 黄豆并没有这个大豆还没有进来 当然有人讲说大豆没有进来 考虑到大陆的物价的因素 因为你要转单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就会提高会这个CPI的问题 大豆黄豆基本上是一般的消费品 但随于管制的不能够随便涨价 对所以就是说你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大豆的这个生产来源 好那你做一个总体来说 因为这一波的贸易战太复杂了 又有朝鲜问题的拉进来 台湾牌也打进来 然后又有存贸易的 又存中美这个国家战略发展的问题 你给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么分乱的讯息当中 做几个概要的分析 好不好 从这个地方来讲 我想第一个 美国这样做呢 当然不只是纯粹的经贸上的问题 它有经贸上的就是它的利差太大 中国大陆享有的利差顺差太好 那么所以中国大陆你照理说应该让 那么但是美国就抓住这一点 你非让不可 除了打钢铝还打301 而且把一些你可能被惩罚关税的名单也列出来 那中国大陆不示弱 他一面不示弱一面又说要谈判 这就很有意思 这就是中国大陆它强害强项中有虚的部分 为什么说它有强项呢 它的最大的强项呢 其实不在它的产品怎么样 或者被美国惩罚的会不会受到很大的灾难 它的最大强项是没有选举的压力 这是美国最弱的 它在11月年底选举 这就是不对称战争 年底选举 它前三个月一定要解决 否则农业都去反弹了 包括埃外华的猪 或者是什么那个华盛顿州的苹果 或者其他很多农业州的这些农产品 那马上就会反弹 所以它撑不住最后三个月 它在三个月前一定要把它解决掉 这是美国大概 11月选举 想象不到 所以暑假之前 中国大陆就没有选举的压力 而且现在甚至没有任期的压力 没有任期的压力 所以说对他来讲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要打就打 所以中国大陆开始说的话狠话也不是没道理 奉陪到底 差点没说加倍奉还了 那这就是中国大陆有恃无恐的地方 它美国的条件都比它好 物资源多 各种通路多 但就是中国大陆它是大宗的采购 所以农业州会吃不消 所以阿华州听说农民已经开始反川普了 本来是川普的铁票 现在也要反川普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当然了美国有它的考量 现在不会压一压中共 等到2025中共真的全会成为全球第一大中国制造 变成2025的时候 那它不得了 那你压不住了 现在是距离2025还有7年 7年时间 要压还有机会 再过了错过的7年 实际上也就是川普这个任期 假如连任的话 那这个对中国施压的政策会持续下去 就定型化了 定型化以后只会深化 不会再落化 因为经过了七八年的深化之后 那么不管民党上台怎么样 但川普要看他能不能连任 所以通常也不也有 另外一个有受控 就是你有任期的压力 说不定2020你就下台了 或者中间被弹劾了 习近平是毫无这种忧虑 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例子 你看普景会 萨德的问题 对对对对 结果他下台了 然后这个Akino 跟中国关系搞得很僵 结果任期到了也下台了 但是对象中国还是习近平 中国大陆没有任期的问题 还是习近平 也没有这个选举的压力 所以中国大陆有选举压力 那今天两边是 基本上美国完全占优势 但是美国尽管在资源方面 在这个谈判的阵营方面 都占优势 但是就差这两个 一个是任期一个选举压力 这两个都是对美国很不利的 所以说我的判断是 美国在印 大概11月的前两三个月 一定要让步 一定要妥协 是是 好这个一开头啊 这个名家一出手 辨知有没有啊 非常精彩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啊 继续来跟陈一新 讲座教授来请教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现场的是这个 大江大学 你是在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对不起 文化大学政治学系的 讲座教授陈一新啊 好陈一新刚刚讲到说 这个中美的现在的 这种川普政府跟习近平啊 现在看起来 我们如果用一格一格来对阵啊 这挺有意思的啊 政治上来讲 一个有选举压力 一个没有 一个有任期压力 一个没有啊 那么经济上来说的话 美国现在还有相对一些优势 可是中国也来势汹汹 2025啊 那这一波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啊 人人都知道 所谓的贸易逆差只是一个理由嘛 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原理啊 你就这个背景 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析 你可以看啊 川普大概是历届总统 比较不讲假话的人 欧巴马上来的时候 他说乐见中国大陆 那个崛起 只要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 川普不来这一套 就是2017年 也就是去年年底 他就提出一个 NSS 国家安全战略 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把 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俄罗斯是陪绑的了 我认为 把它列为一个 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那么讲的学术的名称呢 就是他是修正主义的强权 为什么说修正主义的强权 因为30年前 40年前 美国把中国大陆 纳入了联合国体系 苏联当然早就是 那么但中国大陆却 还有纳入了世界经贸体 2002年纳入经贸体 WTO 那么这些体系呢 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 接受里面的游戏规则 它是第一 它是打 可以说用中国大陆的术语 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体制里面 来 得到好处 搬动 搬动是非 享受好处 然后呢 那个挑起了 很多国家对这个体制的不满 尤其美国领导的一个 国际秩序的不满 所以它是修正主义强权 那么锁定的这两个国家 当然有动作了 后来连着两份报告 一份是国防部的 国防战略报告 那时候是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 另外还有一个 核武态式报告 都把中共锁定 昨天呢就是要有动作 现在美国的贸易战是不一波 是按照这个公式限制主义的这个大师 就马尔逊 马尔逊 他就提过 在经济上要想尽办法 让它的经济发展受到挫折 让它的经济成长减缓 这是美国的一个策略 这是政治真的一个策略 它不只是在经济上 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南海要让中国感到困难 假设没办法取代它 成为南海的霸主 至少要让中国大陆 维持着霸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还有呢 就让它尽可能的陷入 Paul Kennedy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 Paul Kennedy所著的一本书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强权的兴衰 这里面呢 强权就是 为什么会兴起呢 就是因为它国力成长 国力成长 它一定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呢 就会派军队也出去了 就是国力的延伸 会带来帝国的崩解 或者是衰落 那么中国大陆正好一带一路 有这个迹象了 它不用美国去敦促 它自己跑出去了 当然一带一路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文件 叫美国自己 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就跟中国拉路在匹敌 而且把印度拉入 美国的一带一路里面 印度是不能跑的 你看去年为什么 美国在阿富汗征兵 就是给印度保障 我不让你跑 我在阿富汗帮你挡住 然后呢 你印度不要三星两亿 印度后来就开始 比较清美一点 买武器也开始买的 比较多一点 将来买的战斗机 那就完全 就是四国武器标准化 符合联合国的 就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 美国 现在美日澳 已经基本上有 这个三国的武器标准化 印度还差一点 尤其没有战斗机 空大机这些 或无人机 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那么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四国两个三边 能够变成一个四边 要有四加四的会谈 要有这个联盟的总部 要有这个秘书处等等 各方面都要具备 那就是四国联盟成型的 那么将来会有 更多国家加入 越南是三星两亿的 你看他 左边抱美国 右手又抱中国 他是三星两亿的 菲律宾更是已经 倒向中国 所以美国呢 这个时候台湾的地理位置 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 因为菲律宾的 不再成为美国的 这个一个基地的所在地 那这个时候 美国就需要台湾 不过美国现在 越南找到了港口 但越南却不是很可靠的 印度是比越南可靠 所以美国如何说服 印度成为铁杆调盟 那是不容易的 虽然他们是天然的盟友 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制度国家 所以这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还有呢 在法律上 美国前年打了一场战 结果却不利 就是把那个重裁案 南海重裁案 把自己打坏了 因为他失去了高度 因为又把那个那些岛 明明有些是岛的 他也说不是岛 那就是对我们也不利 我们把我们的太平道 也搞成不是岛了 那么美国就有点智慧长城 本来不要动个动作 用更好的 更稳当的方式 把南海呢 稳住会比较好 现在搞到 大陆在法体上 也不听你的话 那么军事上 他有占的优势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因为美国本身 自己历史上 他也不甩这个 以前的决议过 也有过 他有干过这种事 也干过今天大陆做的事 没错 就是他在丽加拉花外海 结果国际法庭 说他败诉 但是美国 雷根总统照样不理 照样不理 对他有前科 第二个是 他也没有加入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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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海洋 海洋法 他也没有 1983年海洋法 没有通过 他没有签署 因为参院不同意 对 因为签署的话 他加勒比海那一带 都有问题 对 被拘束 被限制他的海洋权力 那就对了 尤其他的近海 四周 这个事情 美国没有道德的高度了 没有道德高度 所以他就不应该去惩罚别人 用法院来制裁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没有 而且亚洲国家 没有什么几个听话的 就澳大利亚 日本挺他 其他都没有挺他 所以说还把 加拿拿的搬来 也没用 所以说亚洲国家 大多数呢 就是反对这个 这个判署 判例的 那么这样情况下 美国的法律战 那么海洋战 就是在南海里面 不见得占便宜 除非四国 能够成立一个联合舰队 经常性的 常态性的巡弋 否则才有可能 抵制抵消中国的 在那边的优势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有可能 有人把它描述到说 是亚洲版的 北约的出行 可能其实这个国家 比北约还大 因为这四个国家都蛮大 尤其美日两国就非常大 印度也是个很强的国家 印度决定可以自走中国 但所以说美国为什么 千方百就要稳住印度 否则阿富汗一撤手的话 印度就没有 没有北方的屏障 那吓坏了 所以这里面呢 这个美国呢 假如要真正动起来 是有可能让中国大陆 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但中国大陆毕竟 这里已经接近了 这个经济上的 已经是经济上的二强 第二强 马上要超越第一强 成为取代第一强 所以它当然也是 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这里面呢 美国因为奥巴马 没什么作为 它的债平衡政策 基本上是空话一堆 不管是外交 军事 经济 都没有太大作为 川普是有行动的 虽然也许现在 美国农民很大 不过一旦得利 美国的经济 那个贸易 拉平的话 那中国大陆会 损失很惨 好 非常谢谢 陈一新教授 我今天听他讲 国际这个情况 有点像说书人一样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来继续请教陈教授 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刚刚看到我们的 这个听友 在官网上的留言 那么 有人就质疑说 今天这个主持人 跟来宾 看起来 为什么要反对 这个 这个东奥的 这个证明的公投 然后等等 其实我们 我觉得我跟一新兄 我们认识也很久了 我们都不是那种 抱持传统的意识形态 包袱的人 那我的信念是认为说 民主社会 你最后你要福音 那个民主的程序的结果 比如说刚才讲 那个东京奥运 那边要证明用台湾的名称 这个不是不能讨论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 也必须把 如果最后通过的话 它可能会引起哪些事情 这个应该要很完整的资讯 也告诉所有的 这个国民同胞 让大家理解 那如果说最后大家决定 还是要做 还是要通过 那就要一起承受 那就共同承担 承担后果 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态度 所以也许你可以有 这样的想法 那样的想法 但是不妨碍 我们要做一个专业性的 来探讨这样的问题 好 刚刚这个您讲到 这个美国 现在跟中国之间 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 大陆现在在一带一路的布局 那么很多人 这个本来有些人认为 说这是中国大陆要展现 它接下来掌握全局 世界定新的规则 新的标准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在大陆也听到 另外一种声音 就认为说 大陆现在的一带一路 其实投入太多的资源 而它本身 根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或者说 会不会陷入到 一半的这个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那个问题 你想要当老大 美国现在要抽腿 但是你的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 能力跟各方面都不足 比如说现在一带一路 我所知道的 非常多大陆的国营银行 现在都陷入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几乎都是派他们去 到前面去做贷款 很多的担保品 也几乎都不在里头 最后留下的呆账 都这些要去认列了 那这个情况不能说 大陆现在财政的这个压力不存在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好 一带一路现在 这个您的研究 美国是怎么看待 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其实美国有好几派 好几派 我到英国开会 也有美国学者 也有英国学者 他们认为资金问题 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一个大问题 这是我刚讲的资金 资金怎么筹嘛 对 现在是国营企业 你筹不来都是自己失血嘛 等于失血就这头路那边 另外中国大陆想要在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收钱 有三国家 我看到的例子已经出来了 一个孟加拉没钱 它只不过24亿就没钱了 另外呢 这个缅甸 80亿它也没钱出 退出来了 还有巴基斯坦要出240亿 它也不干 所以他们没钱 他们以为是慈善事业 对 这个一带一路全部不是慈善事业 全部都是各国勾心斗角 想要谋取利益的地方 怎么可能做慈善事业呢 所以很多国家都失望而归 另外有些国家还有 还有连线一个资金问题 因为那个民主制度问题 是不是在这个亚投行 还有一带一路的这个决策机制中展现 你要民主就很难有成果 你要专制就不民主 你要一言堂就不民主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目前是倾向于一言堂 不会说深圳学很多这个国家 美国连美国IMF或者世界上都不完全民主的 讲的民主都民主的什么事也推不动不了 所以它还是有少数人说了算 所以中国大陆也朝这个方向 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资金问题 第三个就是沿线的安全问题 有一个有趣的我是不小心观察到 就是美国打基本上极贵了 IS虽然残步到处流窜 但是他抓到的人不枪屁也不关 奇怪啊 美国了美国 而且用卡车把他们送回家乡 这都在中亚 很多的中亚 都在一带一路里面线 对差不多在一路里面线 不敢说全部包括 但是他这里面很有意思啊 留下了什么伏笔啊 这包藏祸心啊 这个美国想起来 我2001到2012年 还不是十年左右了 美国为了反恐战争 耗掉了多少国力 美国由强而摔 对不对 中国大陆由摔而强 对 这这四年 现在中国大陆 他就是说美国认为 中国大陆没有真正的反恐 他是反境内之恐 对 这次很少人没注意到 因为IS打完了 居然把他们人都放了 这是包藏祸心啊 对 将来就让他们再起来 骚扰一带一路嘛 所以美国这样做 当然也是一个报复了 美国这个报复有点阴的感觉 美国报复向来是光明正大 你炸我真正感 我就炸你长期管导 广岛对不对 现在他们他是来阴的 把这些人留下来 包藏祸心 然后呢 这些人当然将来是 反对IS一带一路的 IS的残余部队一定反对 甚至将来被绑架的官员 中国大陆的官员 外国的官员都有 这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怎么处理 那你逼着你反恐 反境外之恐 这是一条 这个另外还有没有别的 我不敢确定 你可能会耗损很多的国力 在这个问题上 那就是overstretch 刚刚Paul Kennedy讲了 你国力延伸出去 就是国力的延伸 对你本身帝国的将来的衰亡 是会起一定作用的 你那么多军队派出去 你当然会影响很大的 这个将来开支越来越大了 不是只有维和部队 是有限的 你现在当然为了保护 你的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利益 你就要派更多的人出去 那这个是危险 所以说美国也会耍阴的 中国大陆在2001年反恐的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学者 跳起来高兴 认为美国从此麻烦大了 果然是美国很麻烦 果然是麻烦大了 那么现在呢 让美国留一点 这个IS的残余部队给你享受 所以这里面是他们的 美国的一个算计 所以我也不敢确定是美国的算计 但我来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怪的 太奇怪了 怎么不杀掉也不关 也不关押 以前都抓到什么关达纳摩 不是关达纳摩基地去关吗 对对对现在不用麻烦了 因为关达纳摩会被批评反人权 所以干脆就把他们放回去 放回去由你们自生自灭 将来你们一定会成为一带一路的干脆利益 所以听众朋友 这个国际政治 大家不要认为跟商业没有关系 现在大陆在讲说一带一路的投资 我们台商企业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 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参与等等 这个风险要考虑进去 都要考虑 有商机也有风险 我认为要公平来看待 它当然有一定商机 但是真正好的商机是冒风险的 那也是 就是你讲的对了 就是富贵险中求 富贵险中求 是是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这一波最近我看到 大陆跟美国 现在也都互相在运动WTO这个机制 现在先美国提出来控告 中国这个没有公平贸易 现在大陆也在WTO 但是我不知道 像以现在的状态 有人认为 这一阵中美贸易战力打出来之后 其实他预告了一个情况 是WTO的这个角色大概结束了 我不敢说他结束 至少弱化 WTO是遭到弱化 但是呢 在中美两国达不成什么协议的时候 那WTO还会起作用 假如说达成他们自己会达成协议的 把顺差问题搞定了 那么中国大陆要美国卖的东西 美国也同意卖 因为现在很多卡在国会 涉及到国家安全 对于美国国会不同意卖 另外呢 美国涉及到 由川普眼中认定的国家安全的 很多的这个 像高通公司 不卖 不卖 对 川普在最后一刻 签署行政命令 阻止这个交易 对对对 不准他这个博通来兼并 这都是一个针对中国的 而且这个你给看出来 它这是个全球性的 你看我们洪海 在日本想买Toshiba东芝 结果他出的钱最高 结果呢反而是出的钱最低的 一个美日韩三国组成的公司 买到了 买到了 因为他不卖给 因为洪海是中国 被认为是路资 路资 这个很少人注意到 洪海是路资 以为郭台铭是台湾人 一定是台资 错了 他能够到美国投资 就表示他不是台资了 他是路资 台资就没有问题 路资要放行的 那么还有呢 英国壳电厂 本来中国大陆也要投资 后来英国最后一刻阻止了 我相信背后有美国的生意 日本也是有美国的生意 澳大利亚本来是跟中国 那个腾布尔到三年前去大陆 签了很多项 那个意象书 但是呢 美国后来阻止 不让他去到大陆进行 跟双面投资 双将投资 那么这个因为腾布尔后来跳出来讲 说中国大陆在澳洲的每个角落都在渗透 可见呢 这是个全球性的一个 抵制中国大陆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这个 人家说贸易战开始没有 我说早就开始了 从这个包括不禁止收购 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 这个高科技公司 来自于这个 资讯战各种的都是属于贸易战 那美国要的是什么 这是要真的是贸易顺差的问题吗 不是 贸易顺差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你有那么多年的顺差 你占美国的那么多年便宜 我要搬回来 我抵制戏壮 美国人也批评他人也不能讲太多 是替美国利益争取 那么但是贸易战的背后呢 它确实有很多其他方面要钳制中国崛起 或者减缓它崛起的速度 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机在后面 你刚讲到说川普这个否决的高通 双通并购案 也直白的讲就是针对5G的发展 5G的发展 5G中的还是可以发展 但是你没有把美国的科技吸纳进来 是 发展会受限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可能可以延后 延缓 延缓 因为第一个中国发展这些高科技 2025 它的政策是有政策有预算 等等它都布局都已经进来了 那 当然比如说紫光 它是半导体它不行嘛 它就用并购 它认为这样比较快 那现在并购 台湾也挡 这个大陆 也慢了 但是它毕竟 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来支撑它的这一些 它有政策 有预算 有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会发展 只是慢一点而已 但这慢一点 就是美国来讲争取时间 那美国经济也发展起来 美国经济一发展 那就比较不怕中国大陆了 现在美国经济是趋于弱势 而中国大陆又不断发展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典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